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 屏东方山西北岸出水口 清晨传出了渔民落海意外 一名年约50岁的渔民 疑似为了捕捉一斤最高可达500元的 日本秃头杀渔苗 被大浪给冲走 海巡河消防货报之后 立刻出动了救生艇沿海搜救 而这样的意外在当地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在16年前就有一对父子 同样为了捞渔苗 惨被大浪卷走丧命 搜救人员全副武装三人 一组搭救生艇出发救人 在沿海海域来回搜索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要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另一头在岸边 海巡人员也拿望远镜 同步进行搜救 出动大批人力因为收走前 有渔民被浪卷走下落不明 才一眨眼时间 人就被卷走下得赶紧求救 意外就发生在13号凌晨4点多 一名年约50岁的渔民来到屏東方山西北岸出水口 疑似为了捕捉渔苗但又不守水性 这才被大浪卷走 直升机沙滩车多项地毯式搜索 只是什么渔苗让渔民不顾危险 竟然也要下海抓 就是这盘经意剔透日本秃头杀渔苗 又俗称脸迷仔和芒果洋葱 并称封港三宝 已经可以卖到350到500元以上 有时候一天赚上上万块都不稀奇 补贴家里的来源 也是跟浪博斗啊 太平又没有 而这脸迷仔是屏东台东沿海居民 雨季后特殊赚外快的管道 只是这工作风险高 在当地这样的意外 也已经不是第一次 16年前 一对父子也同样为了抓渔苗 被大浪卷走失踪 就盼这回奇迹能出现 别让悲剧又再度重演 记得搜索的屏幕等